俄烏大戰打了快八個月 烏克蘭收到西方各國軍員之後 開始痛打俄軍弱點 最新影片曝光 一列俄國軍車躲進森林 卻遭海馬斯火箭彈狂轟突襲 許多軍車接連爆炸 被殺得片甲不留 俄軍也以手術刀 遊蕩彈藥還以顏色 這種武器可高速伏擊 還能制空盤旋待命 等待正確的打擊時間 最近俄軍也對手術刀大升級 換裝彈頭 可反裝甲及對抗人員和掩體 為了鼓舞士氣 普丁到新兵軍營視察 還親自拿著來福槍趴地示範射把 拉近與士兵之間的距離 俄國發動一系列攻擊 摧毀烏克蘭能源設施 當地二十號首度全國限電 土耳其總統艾爾段 也和普丁達成協議 將設天然氣中心提供給歐洲 也為普丁留條後路 就在俄烏大戰期間 九月底英國空軍一架航機 在黑海上空遭兩架 在俄國戰機發射一枚飛彈 俄方解釋只是技術故障 非惡意攻擊 俄羅斯戰況吃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認為 普丁陷入絕望恐準備發動 全面戰爭 記者綜合報導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 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希望大家愛用喔 再見囉 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